兩個字可以形容 這一雞把好吃 紅毛妹子是真的多啊各位 你可能都還沒有把眼睛看看 好,怎麼感覺太特急了 快一點哦教練,太慢了 看台水打到我們的台水 好痛哦 嘿,好玩好玩 歡迎收看澎湖特急的第一集 我們今天剛到澎湖,住了台車 現在準備先去吃點東西 晚點要去海灘玩水 然後我們第一家馬路易燒臥飯 來啦,第一家啦,上菜啦 這一塊呢,就是他們招牌的燒肉 我覺得吃起來挺香的 但是稍微就是有一點點油 它整個都是瘦肉而已 它只有外面一層有脂肪 正常的應該會乾一點 但是它那個肉質保持得還可以 所以不錯吃 再來試一下這個炸雞腿 它很像是那種鹹酥雞店的外皮有沒有 它外皮超級脆,超級酥 也有帶一點胡椒的鹹 弄完湯,味道不算很重啊 比較清淡的 它裡面的蚵仔特別大一顆的感覺 特別有口感 他們用那個番茄醬 我就覺得沒有那麼有靈魂 你知道嗎? 我感覺蚵仔煎這個東西 重點就在它上面淋的是什麼醬 那它這邊就比較隨便一點用番茄醬 不過它裡面的蚵仔是好吃的 那就夠了 非常正常的臭豆腐 外皮也挺酥脆的 還算是正常,可以吃 接下來下一家,各位觀眾 我們要用玉瓜嫩仙草 先解個膩 剛剛那個好甜 欸,好多人喔 這家一看就知道厲害 好,謝謝 欸,很滿耶這個 感覺什麼都有 兩個字可以形容 這雞肉好吃 欸,它整個超甜的 就是它加了那個奶精 而且它的冰也是仙草味的 然後那個仙草本來跟奶 那個奶精本來就絕配 那個香味整個有出來 然後它中間還有芋圓啊 紅豆啊 欸,很好吃耶 這連冰都很順口 來 紅蘿東西真的好吃 來,上車,走了 好啦,我們現在出發下一家 油焗口蔥油餅 有了有了 看到人潮就是美食 油焗口蔥油餅 排隊的人其實都挺多的 大概都10個人在排 每個人都買什麼6、7、8份的 嗯,哦,它有點像那種薄的披薩有沒有 它的餅呢,煎得其實滿脆的 而且它很薄 你吃起來呢,也不會有什麼 太油的那種感覺 它的餅呢,算是好吃的 嗯,而且它裡面還有加一個蛋 吃起來其實算是滿順口的 因為我們前一陣子有去宜蘭嘛 我們也吃了宜蘭的那個蔥油餅 這個蔥油餅跟宜蘭的蔥油餅 最大的差別就是 它們算是包包的一片 但是宜蘭的蔥油餅呢 它是把上面那層煎得很蓬鬆 所以吃起來的口感就有點不一樣 這邊這種做法感覺算是 澎湖蔥蔥油餅吧,我覺得 算是滿好吃的啊 它還有小黃瓜可以自己加 所以算是滿有特色的 不夠好吃,不夠好吃,走吧 來了,下一家 先來吃個仙人掌兵 聽說澎湖的仙人掌兵呢 還算是有名,還算是有特色 我們來試一下 好,仙人掌兵 只是我沒有想到75塊一個 居然是這種盒裝的 我是不是被坑了 仙人掌兵到底是什麼味道呢 這是我第一次吃 我感覺呢 這不怎麼好吃這個 它的味道呢,完全就跟那個 山楂你們有吃過嗎 就是紅色一圈,然後薄薄的 然後一直咬一咬 就小時候應該都有吃過吧 就老人很愛吃那種東西 它的味道跟山楂完全一模一樣 也不能說一模一樣 這個比較酸一點點 但是這個冰淇淋呢 不是好吃的冰淇淋 因為它都是冰而已 它一點都沒有那個 很綿密的感覺有沒有 好吃的冰淇淋都很綿密的 這個我們光看的就知道 它都是冰塊而已 所以吃起來呢 雖然味道還可以 但是 長姿勢了 就是現在長姿這個味道的 就是很開胃的味道啦 酸酸甜甜 酸酸甜甜甜的 來,走吧 嗨,各位觀眾 這個西河湯的小卷麵線 吃一下 小卷很好吃 但是呢 麵線稍微爛了一點 就是沒有什麼口感的麵線 就感覺在澎湖的海鮮 怎麼樣都難吃不了的感覺 真的 這個麵線有點像是那種 大腸麵線裡面那種滷麵線 比較不會有那麼強烈的口感 跟我想像的不太一樣 吃一下它的湯 這是一個很濃郁的那個小卷味 再來我們也點了這個 海鮮魚湯 試一下 這個鮮魚湯 滿滿的魚 還有蛤蜊 好像還有 那個是螃蟹嗎 紅色的這個 看一下 不是 是魚 試一下這個鮮魚湯 它這個鮮魚湯 酒味很重 就是 比較 沒有那個魚味 就是它酒味呢 已經把魚味蓋過去了 這家 算是滿普通的 我覺得 跟我想像的味道不太一樣 因為它 滿滿的都是酒味 沒有什麼魚味 我本來以為那個魚味會很濃郁 試一下這個魚 估計也是充滿了酒味 它下了滿多酒味 果然 這個魚肉也都是酒味 這一家一般般 再來試一下 他們這個招牌的 烤小卷肉燥飯 烤小卷肉燥飯 試一下 這個就好吃 烤小卷也是烤得非常入味 整個燒烤的感覺都出來了 然後配搭那個肉燥還有飯 整個很平衡 吃起來雖然有一點點帶鹹 但是是過癮的那種鹹 好吃 上面還有一些蒜片可以搭 這個好吃 這個很好吃 我們中午吃得差不多了 接下來就去海灘玩一玩 有沒有 然後在晚上再吃個一兩間 應該就結束我們第一天的行程 出發 好了各位觀眾 我點的是這個滿漢牛肉麵 上面看起來非常豐富 料超多的 而且麵也給得很足 那我一個人肯定吃不完 我先分給他們一點 因為這個真的太大碗了 感覺這個夠兩個人飽吧 我都撈這麼兩大坨出來了 這邊還有一大坨 來來各位觀眾 這個呢就是他們的滿漢牛肉麵 現在來試一下他們的湯耶 他們的湯好濃郁喔 這一家有點像是濃郁版的 我們前陣子有吃那個牛麵評比 像那個清蒸牛麵那個湯底 很有牛味的那種清甜 你知道嗎 這個湯底的那會 如果澎湖有那個什麼 比比登推薦 他一定進去那個比比登的排名裡面 因為他麵條軟硬程度呢 我覺得剛剛好 而且他麵條算是粗細失蹤 所以他的麵條呢 還算是有沾到那個湯汁還蠻多的 所以吃起來清爽清甜 牛肉味道很濃郁 然後他們牛肉每一塊都算是 非常軟嫩的 雖然都是牛煎肉比較多 但是他們也有給幾塊牛煎 所以吃起來還算是挺爽的 如果清蒸牛麵跟這個選一家 我會選一家 這家真的還不錯 喔好香喔這一家 他吃起來整個麵超順口的 來我們再來試一下 牛肉雲燉清湯 這個湯底的就明顯清澈很多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雲燉有幾顆 1 2 3 4 大概是6到7顆左右 然後他價錢是120 這個就不算很便宜 但可能是牛肉清湯的關係 他們湯底可能比較厲害 他們這邊的湯汁真的好喝 就沒有一個湯是雷的 雲春就爆得很好耶 這裡 怎麼每個東西都這麼好吃啊 再來一點點小菜 然後我們點了個牛肚 辣到喉嚨也辣 好爽 好爽 來吧吃吧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